国民党这个标志对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是助力还是阻力? 韩国瑜说,这是他不太想回答,可是又不能不回答,不能回避的问题, 在高雄,欲试穿西装的欲不见得支持他,欲试打赤脚的欲热爱他, 但热爱他的总数过不了51%。 韩国瑜今天接受Line Today主持人沈春华专访, 沈春华问他国民党的问题,韩国瑜直言问道一个要害问题, 可是又不能不回答,他表示,如果是在金门或连江县参选, 这个车轮牌基本上就得到票房保证,或者基隆,桃源也有基本盘, 但在台南,高雄,恰恰不是如此,以他的观察,国民党在高雄, 欲试穿西装的欲不见得支持他,欲试打赤脚本, 欲试爱他,热爱他的总数够不够,不知道,但过不了51%, 因为如果得了的话,不可能在原高雄现在也33年, 在原高雄市再也20年,显然支持国民党的过不了51%, 挂国民党好选不好选。 这在高雄一个巨大的问题,他表示,网络上有很多民众留言,或者直接来电, 就说他如果离开国民党,就投给他,还有很多讲得赤裸裸, 例如我看到国民党我就投不下去,你是国民党内不一样的, 是国民党里面很不错的。 韩国瑜觉得国民党再这样下去,很危险,因为失去改革的动力。 他认为,两大党病例,是人民的幸福啊,一党独大是人民的悲哀。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民进党执政,没有制衡力量的话是多可怕的事, 如果这时候能让民众了解有两大党可以保障大家的生活, 保障安居乐业,保障政府不腐败,相信民众的思维会改变。 车轮牌对国民党高市长参选人韩国瑜是助力还是阻力? 韩国瑜不太想回答,但表示在高雄, 欲是穿西装的欲不见得支持他,欲是大赤脚的欲热爱他, 只是热爱他的总数过不了51%。 图报细资料照 分享